这个世界一百年来有两个问题 把这个世界和得不一样 那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民主的问题 一个就是科学的问题 这一百年间有两个问题 令到这个世界变得很不同 一个就是民主的问题 一个就是科学的问题 民主和科学 造福了这个人间多少的幸福 但是不如说 就是民主对了多少的斗争 多数的灾难 那现在有一个又很苦修 又很民主的佛教 假如在民主苦修之间 作一个养分来补充 会给世界真正和平 过去呢 这个民主和科学呢 给我们带来很多幸福 也带来很多灾难 现在呢 我们有佛教呢 来到做一个养分呢 将这个民主和科学呢 令到我们能够得益 因为我们有很多问题 佛教是好注重民主的 佛都是我们众生之一 佛讲我们大地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得上 佛和众生都是平等的 Buddhism pays a great deal of attention to democracy The Buddha himself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sentient beings in this world And he's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other beings 假如今天世界上的人类 不要分什么种畜 低于男女 各种的自愈之类的分辟 不分辟 人人都很平等 你说这都美好的世界 假如世间我们不分别 这个种族男女等等 这个世间是非常之美妙的 If there are no gender and racial distinctions This would be a very perfect world 我们这个世界如果讲科学 对其人的比方说广名 电器 很多的这种 CBC的电脑 网络 正是出现了人与人之间的个统 带来这个物质生活上的享受 但是 科学的发达 也造成了这个世界很努力 折黑 例如真正的杀伤的武器 不也是科学的发明吗 我们科学呢 带来我们很多的方便和幸福 比如我们可以有光 有电 但是相反来讲 科学也都带给我们很多的不幸 比如因为科学 我们有战争 我们有武器的发明 科学 科学 不论什么样 虎学也好,民族也好, 总是为现代的人生所赞美的。 那我今天就用这个佛教对这个虎学的一些关系, 因为时间太少, 我只能把一些概念顶到为止。 今天就要将这个佛教的科学观起床带给大家。 佛教非常重视科学的一个宗教。 佛教非常重视科学的一个宗教。 我们去阅读佛景, 你只要拿到一本佛景, 这本佛景的自在的仿色就非常苦学化。 每一部佛景都有序分、症种分、流通分, 就说明这个佛景很有苦, 好像这个范园的文书,很苦学的。 我们只要拿一本佛景来看, 你就会发觉佛教是非常之科学化的。 每一本佛景里边都分为三份, 醉分、流通分, 和中间的正中分。 Well, if you look at the Buddhist sutras,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y are very scientific, especially in the way they divide the documents into three separate divisions. 在佛景,你打开了第一页以后, 他就有佛说,佛卢士无闻, 佛一时在什么地方和什么人 在讲述这一本景。 这就是像现在呀, 这个,好像可笑讲, 要饮酒什么, 他必定说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拿几个人研究, 用什么东西研究, 他都一个可以给你很整性的, 给你取得信量的。 所以佛景里记载, 开头就是讲述的主席, 他和哪些大众参与在, 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 什么因缘而开始讲述的。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从这个佛景里这种记载的方法, 就知道他非常重视 现在是口学的这种程序。 只要大家看来佛经第一页, 就会发觉非常之河河了, 因为里边一开始就讲, 如是我闻佛一时在哪一书 和哪一个大众讲述了些什么的佛法, 那里边已经包括了有信众, 有听闻者, 有时间, 有主讲者, 有这个大众。 You know that the Buddhist sutras are very systematically organized. If you open the first page, you'll notice that you have this section on the speeches given by the Buddha himself, and there is detailed information as to where and when the speeches were given, who were listening, and how the speeches were delivered. 佛陀一开始跟我们讲, 就讲了这个佛法就是四个字, 苦,雜,滅,道,四圣,帝. At the beginning of his speeches, the Buddha tells us about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and they include suffering and the way to overcome suffering. 佛陀讲这四个字, 不但所谓是把宇宙论神的真理 全部都表达出来, 而且是他讲的层次的。 一般我们说, 佛陀讲说四圣地, 叫圣状四圣地犯人, 这个圣状犯人就非常 呵护这个科学化的程序。 佛陀讲的四圣地 是把他这个宇宙人生的真理 他的层次是非常之深的。 他每次要三转法论来讲 是非常之科学化的。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that the Buddha talked about is very scientific, and it is very well organized on various levels, and it could be easily understood. Let's do it.